我是吴州市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这次参与救援的人员众多面对复杂的环境 我想请问一下对参与救援的人员是否要进行心理上的干预 谢谢 参与救援的人员自灾难发生以后呢 他们一直暴露于灾难的现场和悲伤的情境中 加上救援的过度疲劳及创伤情绪的卷入等因素 那么会使参与救援的人员出现一定程度的心理阴影和心理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 救援人员也是心理遭受创伤的人员 当然这也包括我们心理的救援人员在内 因此我们需要及时的关注自己和同伴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及时的进行自我调节 如果效果不好 请需要及时的联系心理专业人员提供专业的帮助 目前我们的心理救援队 已经对432位参加救援的各种工作人员开展的心理辅导 目前今天上午12点 我们累计开展的心理辅导 736人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